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7日星期二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 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作为海外的华文媒体中 最早或者说比较早 来关注武汉肺炎 同时也是持续和密集 特别是在1月20日之前 进行报道的非机构媒体 非常期待大家一部大洋新闻频道 看看我过往的采访报道和综述 我采访了受害者的家属 采访了武汉市地球医院 采访了武汉市民政局 采访了武汉市的卫健委 等等相关的机构 走进一区 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非常期待大家 对独立的新闻报道 进行评论订阅和点赞 当然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非常欢迎对我来进行打赏 以下就是今天的报道 主要谈的是 北京官方就宣布 要对境外所有反经的人员 进行隔离 同时隔离的费用 需要被隔离者自掏腰包 北京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开端 这种做法 不但违反了中国的相关的法律 而且凉薄了海外华人 本已脆弱的心 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的疫情 北京市就祭出了史上 超严格防疫措施 从3月16日起 所有境外反经人员 不管有无进出高风险国家 先到首都机场检疫 然后统一送到集中隔离点 14天的隔离期 时速自理 每天需要支付人民币450元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 北京欢迎你的唱词之一就是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如今450元乘以14天 就是分享呼吸的价码 而专家认为北京官方的做法违法 北京3月15日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出席者就有北京市的海关 北京市的城管执法局等相关的机构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辈就表示 境外输入已经成为了北京疫情防控的主要风险 并且是北京新确诊病例的主体 未来要加强境外输入风险的管控 相关的措施就包括 北京大兴机场国际线全都转到首都机场 未来一并处理国际港澳台的近港航班 全部停靠首都机场的处置专区 实施远端管控近端筛查 全部旅客严格填写健康申报表 实施电子化可追溯的资讯化管理 来自东森新闻的报道就显示 所有境外进京人员抵达首都机场 做完检疫工作 必须全体转送集中隔离点 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费用自理 14天住宿费 每天350元人民币 再加上每天100元的伙食费 这项政策据信也通知到了 北京的各大社区 规定家属不可以派私家车接人 管委会配合调查 发现提前入境的居民 必须通报劝说 东森新闻的消息还显示 另外 集中观察点将配置 医护和工作人员定期健康监测 有特殊情况 经严格评估可进行居家观察 如果虚报资讯 隐瞒病情造成疫情传播的人 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纳入信用体系 报道就特别介绍 根据了解 这项政策不只影响 居住北京的民众 短期出差旅游的人士 也将受到冲击 预估政策实施之后 首播就将会有上百万人 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相关的新闻背景 北京是首善之都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 北京的做法却是赤裸裸的 违法行为 新冠肺炎纳入了传染病防治法 乙类传染病而实行甲类管理 而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 就明确了甲类传染病隔离措施 在隔离期间 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对 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而生活保障 理所当然就应该包括住宿 伙食等等 所以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的规定 北京市政府或者说相关的区 就应该承担起隔离期间的伙食费 以及住宿费 而不是由被隔离的人来承担 这样的费用来自掏腰包 目前就已经有专家批评 被隔离者需要自己付费 这样的做法 来自新京报的报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永恒就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事件 相关部门就应该尽快完善传染病的 分级分类标准 同时出台指导性意见 因为从政策连贯性看 如果甲类传染病由政府承担 那么乙类肯定不应该直接由个人承担 而应该建立分担机制 明确政府与个人的承担标准 同时也可以鼓励社会捐赠 按照传染病防止法的规定 是应该由政府来负责 这个隔离时间的相应的费用的 实际费用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都是由被隔离者 自行付费的 这是个实际操作 这一点肯定是跟法律规定是不符 就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财政紧张 没有这一块的专项资金 然后只能是由被隔离者自行付费 因为它这种隔离它是强制性的 所以说人进去以后 你只能是由家属打钱 否则的话可能是生活待遇很差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北京方面存在着财政 没有专项资金的情况吗 不光是北京 好多地方 据我所知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能够政府负责的很少 北京这样的做法 其实海外的华人都觉得比较的吃惊 因为它是明显违反了传染病防止法 那么从违法法律条例来说 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对吧 对 那么如果说 现在就是说 法律的规定和这个实际操作 现在实际碰了两张皮的现象 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 实际操作是实际操作 有法无益的现象也确实不少 好的 那么回到这个被隔离者 如果说他不愿意支付 比如说北京的450块钱每一天 他能走法律途径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当然可以了 只不过现在呢 人是在被限制的这种人身自由期间 我估计就是他自己不拿钱 也应该保证他最基本的饮食 和休息 最基本的饮食休息 最起码像看着水一样 哪怕家属不往里面打钱 你也得保证他这个最基本的饮食和休息 那如果事后他要维权 这个主要的这个法律的途径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他可以申请行动服役或者行动诉讼 官司呢 根据法律规定 这个官司是能打赢的 北京方面会不会把让被隔离者自掏腰包 这个所谓的政策贯彻到底 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客观来说 此前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 像北京上海 当被隔离者被确诊成为新冠肺炎之后 如果他又没有商业保险 也没有中国国内的社保 如果确诊者确实经济困难 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还是会给予必要的资金上的支持 那么回到被隔离者自掏腰包这件事情上 如果被隔离者确实经济困难 拿不出伙食费和住宿费 那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测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应该还是有柔性 所谓的执法的空间的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必须要强调 北京的做法是非常糟糕 也是非常恶劣的 第一点 承接刚才所说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跟进北京 强烈和明确的要求被隔离者 必须自掏腰包 包括境外的被隔离者 那么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财政上是非常富裕的 政策执法上也确实有比较柔软的空间 但不得不说 在中国的某一些地方 在所谓的执法上非常的强硬 非常的刻板 不讲人权和不讲人性 是可以想见的 事实上 目前在海外和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交平台上 都已经有了相关的海外华人 回到中国被隔离的相关的视频 他们的苦楚 相信他们自己最清楚 而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中间的苦楚 第二点要说的是 北京可是守善之区 守善之地 难道能够有法不一吗 传染病防治法 白纸黑字 言之凿凿 要求实行隔离政策的地方 人民政府负起责任来 请问蔡奇先生 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先生 到底哪来的这么大的官威 能够公然违反习近平先生 依法治国的方略呢 北京这个方面 真的是要有所交代 第三点 北京的做法 凉薄了海外华人的心 现在网上有一则帖子说的是 海外华人在整个疫情中是打全场的 在上半场担心中国的疫情 海外华人做了大量的捐助 而如今疫情发展成为了下半场 海外已经是疫情的高发地了 海外的华人也非常的焦急 所以所谓的打了全场 而华人在所谓的上半场的表现和贡献怎么样 大家心知肚明 目前疫情非常严重的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 此前亚洲疫情比较严重的日本韩国 还包括现在忙的团团转的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海外的所谓的 而华人难道少做贡献 少捐款 少捐物了吗 事实上非常多的海外的 华人的企业 华人的组织 都进行了大量的捐款捐物 而且想方设法解决物流问题 把东西运回到了国内的疫区 并且归根结底 这些企业 这些组织 这些机构的物品和款项 最终还是来自于普通的 每一个海外华人 每一分子 那么如今到了下半场 中国的疫情应该说苗头是很好的 得到了很有效的控制 那么海外的华人要回到中国 回到北京 回到上海 回到广州 回到深圳等等 那么在机场 他们就被拦截下来 防病毒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样的隔离费用 居然让海外的华人 来自掏腰包 这个难道不会让海外的华人 感到心灰意冷吗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赵沟局 上半场这么努力 这么有爱心和热情 下半场却受到 曾经被援助的人 冷冰冰的对待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刚才还连线了北京媒体的一位人士 他就介绍 大家其实也在猜 那么统一的看法 当然就是认为 北京之所以出台这么一个强硬的费用 自掏的所谓的政策 毫无疑问 还是希望把海外的华人挡在国门之外 形成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效应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们知道 领导也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们知道 不得不说 海外华人又一次失望了 包括那些所谓的爱国侨领们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 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月歌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您的评论 订阅和点赞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进行打赏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来支持我本人月歌 谢谢各位 再见